哈囉大家好,我是PFY,好久不見了各位 來,接下來換到我的帳號啦 好,我們來看一下我的影裝 因為我現在影裝等級只有1啦 對,我升級1之後只給我開了一個鑒魚 可是鑒魚是故意等確只有-0.3秒N,有跟沒有一樣啦 那可以呢,相機等確我也沒有用 所以呢,我給他先弄到等級2再說 但是等級2要怎麼去搞他呢? 對,我沒有辦法弄到咱們的藥影解攻2 來,我們來看一下為什麼,我現在弄不到 來,我們按一下熔煮熔煉一下咱們的藥影解攻2的話 我必須要有這個要有90顆 但是我只有42顆,我最近挖不多啦,對 那我就去交易行看一下,但是現在呢 呃,對,完全沒有,除非你有工會的人在裡面挖 有成的人在裡面挖,不然的話正常也是拿不到的 那我很想給他上去2怎麼辦,我想我現在很想測怎麼辦 我還有一個辦法 我們的藥影解攻1嘛對不對,我們可以用一般的弓箱 可以看到我買很多對不對,等一下講為什麼 好,我給他上去之後呢,我只要花18個 就可以分解成18個藥影解攻1 那藥影解攻1呢,我們可以做一件事情 對,一樣,我們先給他拉到最下面 我不知道這樣可能很浪費啦,有點蠢啦 但是我真的有點想要 我想趕快拍片,對 我可以直接給他合成上去 可是有點貴,要3個整合成1個 所以我必須要準備108個 108顆,那我這邊就準備好了 因為我已經準備了1個了嘛對不對 我只要再準備96顆 86顆應該就可以了吧,對不對 不管,反正我就先弄吧 好,我給他合成上去 然後這個也把他直接給他全部拆掉 100顆,應該是夠的,應該是夠的 那我們就來給他熔練一下唄 好,氣魂那些我們不管 我們先給他上去砍弓 18,來,再來,我是有多準備幾把 我現在,我掃了幾隻啦,我把他掃下來 因為他還算便宜,他還算便宜 好,來,最後一個R,我多買一隻 不過沒關係,不是重點 重點是我們的武器可以給他升級 我不知道這樣是蠢還是怎麼樣 如果蠢也是之後的事情啦 那我們就來吧 上去了36個 那我們再去給我們的影裝 給他進化一下唄 來,我們的影裝點下去 然後點我頭後面的升級 有90%級 這應該不會爆吧 這爆掉我就沒了,你知道嗎 我爆掉今天影片就沒了 來,上去 啊有啦,升級成功,沒那麼衰 OK,那我們現在就給他開到 這邊要等級3喔 等一下怎麼辦 這個什麼 藥影戒攻3 等一下,我等一下再看一下 升級的東西喔 來,我們看一下藥影戒攻3要多少 藥影戒攻3 藥影戒攻3 名攻 欸,銀攻 欸,新攻 欸,欸,欸,欸 那我必須要準備這個 我 我 哇靠 那我要準備多少啊 還是說那個是要買的還是什麼的 好啦,不管那之後再說 反正我現在應該是沒有資源了 好吧,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影裝到等級2之後 可以有哪些能力 我覺得應該就香了啦 然後在這之前呢,可以先給大家看一下我的名章跟拓文 因為我這邊已經有給他小搞了一下 對,當然是點我們的靈巧啦 我們就把靈巧給他點到底 他點的話其實還蠻便宜的欸 對啊,我只要一點攻會貢獻加上一點點錢 機率算有點低啦 不過 上去 成功 欸,再來 欸,還可以 欸,85%的機率,但其實蠻高的啦 還沒有失敗過到9了 應該剩到10等吧,對 我這樣靈巧會加10欸 唉唷,然後傷害霧川 欸,也可以欸 欸,等一下,那看另外一個等一下 拓文最終物防 唉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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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這一次要4個 哇靠,這就有點貴了 那我這個2個 喔,這就不搞了 那我當然要先後面拿對不對 我這樣等於是卡片很香欸 最終物防穿透的話 1等 2等 3等 哇操 4等 欸,直接半張卡片欸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這太香 這個太香,這個太香,這數值太香欸 這等於是 半張那個馬爾卡 下面是半張馬爾卡 然後上面是半張那個兵儀卡欸 哇靠,這一定要點滿 這個這個是一定要 這個一定要 白痴的部分我再看各位 如果有多的再點啦 不然的話我覺得 剛剛點上2嘛對不對 那感覺 我先點滿這些再去點吸血 還可以點 還不錯欸 還不錯欸,那級數這個是不用點啦 攻擊力這個也可以點上去 等一下那還不錯 好,來了 我們來看我一直想要的東西 這個級數我沒有辦法到等級 欸,真的要到等級3才可以欸 因為你看我的劍羽這邊是等級1 欸,這可以升級欸 喔,升級還要再花 藥引接攻 呃,哇靠 那,欸那以前的裝備不能分解啊 以前的裝備不能分解 完全不能分解 而且自己的材料 自己的素材一定都要留著 而且只有武器的部分而已 難怪大家打困難 啊,啊,不行啊,這個 好,來,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這個我要PK的話 就應該是用衝鋒鍵啦 然後固定冷卻-7秒 同時這個就不管 反正我應該會先用鑑魚吧 等一下差不多欸 只是有多流血效果而已啊 嗯,那很像還好 對,如果要測秒傷應該要換這個 如果,好,我就以測秒傷為數 如果真的要測秒傷的話 應該會換到這個更好 因為呢,它從原本的持續4秒 變成了持-欸沒有,這也是持續6秒欸 喔,沒有啦 是造成目標流血6秒啦 啊,那一樣爛啦 一樣爛一樣爛 哈哈哈哈 沒有差到哪裡去,沒有差到哪裡去 那就,那哪個好 好啦,那就用這個吧 如果這樣測秒傷的話 好,來,那接著呢 是咱們的硬科的部分 研究呢跟鎮哲就不用管了 這一定是鎮哲啦 但是這樣搞下去的話 我有點想給他換獵鷹突擊欸 對啊,如果我今天升上去 我只要被-我不用扣到太低 我扣到3秒的話 我等於是獵鷹突擊可以代替閃電衝擊 未來的話說不定就可以 這樣扣掉1秒的話 就等於是-5秒 這樣的話說不定我就可以藏住 這樣的話技能點就可以點上去 OK,那我先點這樣 那接著呢 是咱們的劍書沒得點啦 啊,還好欸 那還好欸 好吧,那我們就看一下吧 那感覺好像可以再給他升到滿對不對 那這邊的升級法 那也只能升了嘛對不對 不升也不行 來吧,我們就把白痴的穿透也給他搞上去好了 我之前的傷害有記得啦 來,我們等一下再去測 我們先把他給他點到滿 敏捷我就不點了 漸漸斷不點了 其實這個時候與其給我敏捷 我不如給我力量你知道嗎 可以給我一點點增加負重的東西 好,我們這邊給他升到滿了 敏捷我就先不點他 物理攻擊也可以升上去 要嗎? 急速是不用啦 物理攻擊好啦 有上就上 我加8的話 因為加上本身技能裝備的問題 所以給他拉到-不止欸 升級失敗 我失敗 這樣是不是有點浪費啊 不管啦,反正不知道下次升級什麼時候 那就給他上去吧 OK 我覺得礦應該會 又會大量釋出 礦架應該會下降 但是這些礦應該又會上升啦 我覺得我覺得 好啦,我覺得可能要升到三級 會再更過分一點點 哇靠,這 如果我今天給他升到三級的話 我的物理攻擊趴傷會在-沒有,這四級 好吧,那沒有 拓穩的話應該會再多一個吸血 如果有吸血的話 我是不是就更賺了 因為我今天是急速的 有可以打範圍的話 我的傷害是不是更過分一點點 OK,好吧,不管 我們就去測一下 那我們現在秒上吧 我就只用衝鋒劍 然後用咱們的震哲 等一下其實人家沒差多少 我覺得應該沒差多少 來,我們就測一下唄 好啦各位 那我們就來給他測試一下唄 那我的技能狀況呢 還是跟之前一模一樣啦 不過他也有改過 那我還是先不要改太多好了 當前螢幕然後普攻關掉 然後所有技能給他全開 這是我的所有輔助技能 單體技能 然後後面是所有輔助技能 就是這麼簡單 然後我們重新給他測一下 因為我們是要從遠走到近嘛 對不對 OK,來,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唄 那現在我們因為我的影裝 不小心給他點上去了 下面這些都是可以反悔的 但是上面這些不能反悔 所以我就沒有辦法再測試一下 之前的傷害 不過我之前都有記錄 之前那支影片是在殭屍卡 插上去三張之後所測的 那我們之前殭屍卡在遠距離的狀況呢 傷害是來到了26萬啦 那在這一波的改動 我的卡片直接給他插上去的情況下 不是卡片啦 我的銘章給他升到穿透加7 12霧傷加7蛇 霧傷就還好 靈小再額外加10 我的拓蚊這邊比較過分一點點 我的最終霧防穿透加3% 我的最終霧傷增加又加3% 攻擊力再加了120 極速這邊我就沒有加了 因為是沒有用的 然後我的這邊我是選擇了衝鋒劍 因為畢竟還有最終霧傷減免去降低 所以以測秒傷而言的話 應該會是這個更過分 或是說今天打王的話 我應該都是要放衝鋒劍的 OK那硬顆的話就是震哲 就純粹降低我鳥的攻擊而已 這個反而倒還好 所以我覺得真正的增傷應該是這個加上這個 對這個我覺得反而還好一點點而已 OK所以現在我們一樣給他測兩分鐘 來看一下我們的秒傷來到多少唄 好我們現在到了1分55秒 我們的傷害遠攻近藍來到了30萬 等一下 算30萬好不好 算30萬 從26萬直接給他拉到了30萬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這個秒傷會不會給他給我增加太多了 不過不過我要講一點 因為我上一支影片先發 然後上一支影片的部分呢 他平A的部分我只看了後面這兩個技能 對我沒有去 後面這三個應該要等級三吧對不對 我沒有去看到他的拓文跟名章去加的狀況如何 也沒有看到他拓文跟名章加之前的狀況是如何 所以我就沒有去測到 所以我不能說因為這樣的話就是 極速的增傷幅度比平A高 沒有辦法 真是沒有辦法的喔 對我沒有辦法測試 但是因為我原本是有紀錄 我完全沒有開影裝的情況下 跟我現在我把影裝我能開的都開的情況下 我整整增傷的幅度其實是蠻香的耶 從原本的26萬現在拉到了30萬 加了4萬 這個增傷幅度大概是十幾%吧 我再去算一下 OK來 我們再測一下近距離的 好一樣我們在近距離的時候 又給他重新測一下 在之前的秒傷是來到了31萬啦 如果按照這個狀況的話 秒傷會不會直接給他突破到35萬左右啊 OK來我們來看一下唄 好我們到了1分55秒了 來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傷害 竟然是給他拉到了37萬耶 等一下 這個增傷幅度將近20%左右 這也是31萬嘛對不對 20%的幅度耶 欸等一下如果今天未來我的多重射擊 再給他下去的話 會不會香到一個爆炸 對現在如果再給他降0.56秒的話 對而且他還在增傷耶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那我今天改到4的話 我會不會急速的秒傷會大幅大幅的增加 對 因為我一直在想這件事情是 如果我今天故意冷卻 就算我今天撿到底好了 感覺還會像平野一樣 他的技能似乎是永遠都是放這個動作 他沒有辦法取消技能的僵直的 所以今天我就算到底了 可能還是只能放這個距離 就是假設我今天扣到0好了 我沒有固定冷卻了 但是我還有放技能的僵直時間 這應該才是這個遊戲技能的極限 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這個技能極限或許我就可以 我只要放多重然後再放個鳥 我就多重鳥多重鳥多重鳥 這樣會不會就變這個技能力最高最高最高的狀況 對會不會是這樣 好啦我們現在傷害是來到37萬了 來我們再來測一下最後一隻的咱們玻璃之王近 好那我們就來給他測試一下玻璃之王近戰的狀況 對我們測近戰就好 近戰看起來比較香啦 這樣感覺比較可愛一點點 然後把魔物AI給他關起來 然後屬性鍵也換成封建了 來我們就來給他看一下吧 按照上一次的狀況秒傷是26萬 那這樣被一波改動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 一樣兩分鐘的狀況測試一下秒傷是多少唄 好那因為有一點狀況 我現在我們測到了2分30秒啦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秒傷竟然來到了31萬耶 比原本的26萬還要再高出這麼一點點 欸不止一點點喔 應該也將近是20%左右 應該差不多啦我沒有去算 那我的改動其實就一點點 我之前是1189對不對 然後我就給他上到1200加了6 然後這一波上去0巧再給他上去 這個特別是比較特別一點點啦 對因為破了100這件事情 所以會讓我的可能會讓我的那個傷害再誇張一點點 大概就是這樣 大概就這樣 所以這次我覺得蠻香的咧 對以極速獵而言 我今天有開跟沒開的狀況其實秒傷差很多 就打王而言啦 練功我覺得倒無所謂 但是但是我覺得今天我影裝很必要再去升級他 如果我今天我的影裝給他開到了 給他開到了等級6 好等級6 可是很像超難耶 這升級真的超難耶 契菱先不管好了 因為契菱這邊要等級7等級7等級8等級8 而且我開啟他還需要額外的東西 哇靠這真的要到什麼時候 有沒有辦法拿到啊 交易行欸這有辦法賣耶 這有辦法賣耶 這有辦法賣耶 我還沒有賣過 有沒有機會賣有沒有機會賣 因為這個東西它可以 等一下 等一下 我現在才注意到這件事情欸 氣淋的東西 它只能持續3天 等一下 持續3天 它不是永久的 啊不是說技能永久開啟嗎 我懂了 好沒有沒有沒有我現在就可以開啦 只是我需要這個東西 那如果...欸那其實還好對不對 我今天我只要升級它就直接開耶 那其實我就算今天不用氣鱗也還好耶 欸等一下等一下那今天沒有成其實OK耶 其實OK 對其實OK的其實OK的 對我只要永久開啟的話 我只要到等級7它就會自動跳開 對我現在有氣鱗的話它只是能提早先開啟 那其實還好耶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我真心覺得 這遊戲還不錯 突然是不是有那麼一點點 有在...不能不要不要不要再講這種負面的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我覺得還不錯 我今天真的不一定要搶成 這件事情真的還好真的還好 唯一搶成會有用的東西呢 就是像這些東西需要... 需要升級的話有成的會比較有優勢去拿到這些東西 像是挖礦對不對 我今天礦石是可以直接在裡面挖 但是我在外面其實也可以挖得到啊 只是機率比較小 對機率比較小所以等於是你有成的話 多了一個東西可以去消耗你的生活 去升級你去賺你的水晶啊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升任到有成而已 其實還可以 我覺得還可以 那還蠻香的耶 OK好那順便講一下我未來打算做什麼好了 如果今天有辦法升到等級5的話 反正後面這兩招這幾招 我一定選後面這招 不對喔 不對喔等一下 如果按到我這個狀況的話 我一定應該是選擇... 等一下這前面是PVP 這...練功 練功...打王 然後這個是PVP的狀況 可是PVP的話應該就不會點這招 然後這兩後面是PVP 所以我PVP應該會點這個 而且我如果今天拿到0.98秒 我暈3秒鐘然後... 等一下...如果今天沒查點運卡 那真的會涼掉 真的會涼掉 好那再來是硬科的狀況 我重新再理解一下我的技能好了 陷阱研究不點 陷阱研究也不點 那我們就點震設這個部分 0.28秒跟0.56秒 那下一個呢...不用管啦 這一定是點後面這招 所以如果真的要討論的話 應該只有這個再選擇的話 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我這個狀況 我一定是升級最後面這個 不用想太多 但是要等到等級6耶 要等級6耶 等一下這也太久了吧 OK好來 再來是劍蘇的部分 那劍蘇的狀況的話 有瑞莉射擊 然後有多重射擊 最終傷害 最終PVP傷害 那如果真的要搞的話 我應該是選擇這兩個的其中一個 但是如果今天要打王的話 當然是選這個啊對不對 我絕對選這個 絕對選這個 這個固定冷卻減下去的話 再加上最終PVP傷 哇靠這個傷害會多高 對這多高 我只要疊兩層 就等於是兩張卡 我疊不止喔 我今天疊到... 我升一等就好了 我升一等 我就可以疊20% 20%就是三張馬爾海 哇靠這香到爆炸耶 那我覺得還可以啦 我覺得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對技能力而言 但是我總覺得 應該要跟電腦版有點分開了 對電腦版的話 他的技能跟級數 都是平A 都是可以到秒7的狀況 但是這個版本 真的不能把他當電腦版的RO再玩 到目前這個為止 應該是確定了啦 他跟電腦版RO 應該還是有根本上的不同就對了 OK 好來我們就 他現在打到還是31萬了 OK就是31萬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啦 我是PFI 我們下次再見 3 2 1 掰掰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歡迎訂閱按讚加小鈴鐺 那Discord已經開放囉 連結就在影片下方 我們如果想要加入可以跟我一起聊天 或跟我一起玩的話 就歡迎進來吧 對雖然我很少出現就是了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